好 這個是車子給我的空間 我預估啦 這個應該有接近半米 半米深的空間 以我這個90公斤的胖子而言都下得去 只是心理壓力可能會比較大 畢竟接近兩噸的東西就在你頭上 好 繼續開始吧 帶你們看一下底下長什麼樣 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 因為這一根就是排氣管頭段 在我正頭頂 好 看一下 這個傳動軸 這是傳動軸 所以這一顆點過來的 就是點核插數器 變速箱跟插數器合在一起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換機油 就這個優力殼 這顆放油螺絲 是14mm的 那另外一邊 可想而知 應該就是變速箱的 但這次沒有要換 好 那就準備開始 那記住 這個是機油 引擎在正常工作溫度大概90多度 這個機油也是90多度 不要直接摸 你一定會被燙傷 記得等車子涼一點再開始工作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因為地下室的降溫速度實在太慢 只好一來戶外享受22度的低溫 對 相對於引擎是低溫的 把車子開來外面22度的地方降溫 真的是有差 剛剛在地下室 這個機油加住蓋死都打不開 現在出來外面 10分鐘 我就打開了 這是還蠻燙的 所以可想而知 等一下那個機油倒出來一定超級燙 那我就再等個10分鐘好了 好 我現在是打算等水溫 大概再掉個2格 再來開始換 因為去前面引擎蓋那邊 其實還是算蠻有溫度的 好 還是先去燙 無非煙空的 我們可以進行冷靜的 好 如果放滿多湯 我們來看看 好 兩次可以進行 大家可以進行和封面 我們會下旁邊 我們可以進行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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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做越多了 我們可以進行和封面 我們可以進行和封面 好給各位看一下這一顆就是泛妖螺絲 燙的14mm 上面這個是電片 五千公里換看你要不要換 但是建議是每次換油都換掉這個電片 因為畢竟這是軟的 所以鎖上去他一定會歪掉 但我想說五千公里就算了 一萬公里再去換 然後這就飛機機有大約四公升 這台Privia是要加4.1 但其實差不多加4公升就夠了 這是我在用的機油 我選的這一罐是 其實車友群裡面也有討論這一罐的品質算不錯 這是全合成的 那我這台加5W40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剛剛把機油加完了 那記得把周邊擦一下 然後就可以蓋回 那最後教大家怎麼看你加完的油量到底夠不夠 那理論上機油兩尺是黃色的標誌 這個拉起來有點長 那記住 拉起來後 的這個油位 不是準確的 所以拿一個 不是棉布的東西 因為他要避免有一些 碎屑進入那個曲軸箱 油體殼那裡 所以先擦乾淨 擦乾淨以後 再放回原來的機油夾住的位置 那個機油糧食的孔 這裡 那我說是黃色的嘛 大部分都會在這個附近 OK 好 那再來看一次 好 那再來看一次 現在量出來怎樣 放進去 好 拉出來 看得到吧 差不多剛剛好在F那個位置 看到嗎 就是金黃色的位置 金黃色的位置 剛好對得到這裡 對焦沒對到 反正就是 它會有一個標示 F就是F滿 所以你只要看到你的油位 差不多在附近就好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插多少的話 其實原廠手冊都有寫 這個尺的Range是多少 我沒記錯我這台這個Range是 1.5公升 還是0.5 反正我其實是有一定的 誤差值 但至少只要在最底線的上面 都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插回去 表示你完成了90% 好 好 那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發動 一段時間大概 一兩分鐘就夠了 然後 車子 移開 我這個 停車斜坡之後 到油底殼底下的位置 確認有沒有漏油 如果沒漏油 就表示OK 正常 那就表示你 換油保養完成 好 剛剛都處理完 換完機油 廢棄機油也弄好了 來 發動看看 好 等個幾秒 OK 那 通常會確認兩次 第一次 就是在 我們 機油剛加好 發動之後 幾秒之後 就先去檢查 是100 好 沒有漏油的情況 表示第一關通過 那 再的話就是 車子發動個幾分鐘 那我自己的話 就是上車子去 跑個 大概 一公里 去測試 那我們在 車子頂高之後 避免 要為了避免它滑動 這是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我後面 至少會有單邊一個擋車塊 那 更好的方式的話 是千斤頂頂著 大梁 左右兩邊各一隻 千斤頂 可是 看得到吧 停車斜坡 千斤頂要頂這 頂不到啊 那我也沒辦法 那邊 那邊有的用法是說 拿備胎 放在這個位置 也是避免這個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它下來還有個備胎先擋著 人比較不會出事情 比較不會而已 所以做這些保養 還是要注意基本的安全 因為你沒有頂車機 OK 好 那我們就 上路測試吧 好 剛剛去跑了一公里 那 再回來 跑遠地也 帶速了大概五分鐘 來 看一下 地板是不是 都沒有任何機油漬 那這樣的話就表示 這一次換得很成功 底下 放油螺絲也有鎖緊 但注意 放油螺絲千萬不要鎖太緊 一隻手單手鎖到底 鎖到緊就好 單手鎖到緊就好 不要用其他工具喔